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前面的那堵墙 墙上的花窗就是今天的屏幕 过去以狩猎为生的人 一到冬天便把多余的猎物宰杀 切割成肉条进行腌制 然后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经过风吹日晒就成了美味的腊肉 腊肉是用昔日的猎物制成的 这就是昔日的昔字 昔就是从前过去的意思 比如说一往昔 就是回忆从前的时日 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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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昔 昔 昔日的昔 昔不仅表示从前过去 同时也表示腊肉 因此也读作腊 为了严格区分这两种意思 当表示腊肉时 就在西字的左边 加上一个肉月旁 变成了腊肉的腊 因为腌制腊肉 要在寒冬季节 所以人们又把每年的农历十二月 称作腊月 还把冬天的梅花称作腊梅 腊 勒阿腊 腊月腊梅腊肉的腊 腊 腊爷爷 这就是那个腌制腊肉的猎人吗 嗯 不错 就是他 他好像是在想什么 他是在回忆往昔狩猎时的种种经历 并对来之不易的腊肉 十分珍惜 因为回忆珍惜都是一种心情 所以用竖心表示 再用西字表示读音 就是珍惜的西 西就是爱惜重视的意思 也用来表示舍不得可惜的意思 比如吝惜 惜别 还有不惜一切等等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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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惜 可惜 珍惜的吸 吸 狩猎人为了祈求神灵保佑平安 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获得更多的猎物 便在腊月里摆上腊肉 点起腊烛 焚香磕头进行祭祀 蜘蜂的身体内能产生一些油脂 叫做蜂蜡 与其他油脂掺在一起 可以做成蜡烛 因为蜜蜂是昆虫 所以把蜡肉的蜡左旁的肉月 换成虫子旁 就是蜡烛的蜡 哦 原来蜜蜂身上也能产蜡呀 不光是蜜蜂 还有很多动物植物或者矿物 都能产生蜡 蜡 勒阿蜡 蜡烛的蜡 蜡 蜡烛的蜡 古代的猎人打猎 使用猎叉 弹弓 或者使用弓箭 现代人打猎 大多使用猎枪 当然还需要猎狗来帮忙 老爷爷 打猎为什么一定要带猎狗呢 因为猎狗嗅觉灵敏 奔跑快速 能够发现和追捕猎物 既被人类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 因为是狗 所以用犬犹旁表示 又因猎 蜡 生母相同 所以用西字的第二个读音 蜡 表示读音 猎 乐业猎 打猎的猎 猎 有一种鸟 人们特别的喜欢 只要一听到它的叫声 人们就会说 喜事临门了 知道是什么鸟吗 是喜怯 对 喜怯 喜怯 因为是鸟 所以用鸟字坐旁表意 又因它是腊月里最爱叫的鸟 所以用西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喜鹊的鹊 老爷爷 您不是说用西字表示读音吗 怎么又念成鹊了 这个字啊 本来应该读西 鹊字是麻雀的鹊 可是人们过于偏爱它 说它是报喜的吉祥鸟 一提起它 总要加上一个喜事的喜 所以就把它叫做喜蜥 可喜蜥叫起来很别口 后来人们就借用麻雀的雀 把它称作喜雀 这时间长了 人们就把这个西错读成了雀 那赶紧把它揪上过来呀 对 告诉他们 你们读错了 这个字不读雀 应该读西 改不过来了 读错了千百年了 那我们怎么读呢 那就将错就错读雀吧 雀 七月雀 喜雀的雀 雀 孩子们 你们说 暂时使用别人的钱 或者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借钱 借东西 对 暂时把东西给别人使用 又叫什么呢 叫借给别人用 用完以后会还回来的 对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嘛 那么这个借字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还得从腊肉说起 这位妇女来到猎人家 要借一块腊肉 猎人很快的就答应了 因为 因为互借互助是人的行为 所以用单利人坐旁表意 再与西字组合 就是借用的借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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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是腊肉的腊字的省略 它不仅表示腊肉 还表示一切被借用的东西 还有借口 借雇 借鉴 借债 借题发挥等等 也都是这个借 借 借 借用的借 借 古代的土地 那都是皇帝的 穷人要想耕种 只能租借皇帝的土地 借地是为了耕种 所以 要把这个借字 左旁的单利人去掉 换成代表古代农具的垒字 这就是借地的借字 可是天下的穷人太多了 都来租种皇帝的土地 很容易搞乱嘛 为了能够记清楚 就把借地者的姓名和住址 以及他所借土地的树木 写在竹片上 这就叫做集 因为是写在竹简上 所以用竹字头和借字组合 就是集字 在当时 集就是租借土地的记录 可后来 这个字被用来表示 所有的书籍 书籍是书写成册的书 由于租借土地成了惯例 就有了集冠一词 集冠是自身的出生 或家庭久居的地方 另外 还有户籍 国籍 学籍等等 也都是这个集 户籍就是户口本吧 对 户口本是户籍的 一部分 另一部分 集在国家的大户口簿上 集 集一集 集冠户集 书集的集 集 上次我讲过 人们在祭祀神领的时候 要摆放腊肉 看 双手端着腊肉 叫做举 用手把腊肉放在供桌上 叫做错 合起来称作举错 因为是手举腊肉 所以用提手和代表腊肉的西字组合 就是举错的错 错 就是安放安排 也可以表示筹划办理 比如措辞 措施 不知所措 措手不及等等 措 此我措 措施 措辞 举措的措 措 那爷爷 做了错事 犯了错误 也是这个措子吗 嘿嘿 那可不是这个错 那是另外一个错 你们看 腌制腊肉时 要先用刀 把肉划成许多口子 然后撒上盐 肉就不会腐烂了 刀口要有竖有横 交叉在一起 这叫做纵横交错 因为刀是金属制成的 所以用金字旁表示 再与代表腊肉的锡字组合 就是交错的错字 你刚才说的错误 错事也是这个字 错 刺不错 错误交错的错 错 举措的错是提手旁 错误的错是金字旁 对 这下你们就不会弄错了 嗯 生活里有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情 本来事情已经做错了 可意外的出现了另一种结果 这是一家酿酒的小作坊 由于志区配错了料 酿成了酸酒 作坊的人都很晦气 可这位聪明的老师傅 却从错误中得到了启发 设计了另一套配方 酿造出人们都喜欢吃的调味品 醋 左旁的有字代表酿造 右旁是错误的错字的省略 错 醋 生母相同 所以用它表示读音 同时它还暗含着 醋是从错中来的意思 醋 雌物醋 米醋 高粮醋 老臣醋的醋 醋 今天我们学习与月亮有关的字 你们看 月亮有圆缺的变化 月缺时分为上弦月下弦月 两个半月合起来才是一个圆月 两个月字 两个月子合在一起是棚 棚有的棚 用棚字做音符的字 有的读棚 有的与棚的读音相近 兼有连在一起或分开的意思 你们看 这是一座简单的窝棚 是两扇半块合在一起 用木棒支撑和连接起来的 所以用木字做棚表印 再用棚字表示读音 就是窝棚的棚字 还有瓜棚 梁棚 锡棚 宫棚 牲口棚等等 都是这个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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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棚的棚 棚 古代传说中 有一种很大的鸟 叫做大棚鸟 据说 它的双翅展开 能够遮天盖地 用鸟字与棚字组合 就是大棚鸟的棚 传说 大棚鸟一飞就是几万里 因此就有了大棚展翅 棚称万里腾等表示前途无量的成语 棚 鸟字棚棚 大棚鸟的棚 棚 这种物质叫棚砂 是制造法廊 是制造法廊 幼药和玻璃的原料 因为化学元素专用字中 非金属类的元素都用十字表印 又因它的英文读音略似棚 所以用棚表示读音 合起来就是棚杀的棚 棚 十字棚棚 棚杀的棚 棚 下面的字读音与棚相近 兼有分开的意思 你们看 这是开山诈石的场面 这是雪崩的情形 无论是山崩还是雪崩 都是在大山里 所以用山字做头表印 又因崩 棚 生母相近 孕母相同 所以用棚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山崩的崩 崩 就是倒塌 破裂的意思 比如山崩地裂 崩溃 把车胎打崩了 放鞭炮崩了手等等 都是这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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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崩 雪崩 崩溃的崩 崩 这是什么动物 这是南非羚羊 它们蹦得好高啊 蹦跳 蹦得远 蹦得高 这是它们特殊的本领 它们用两只脚使足了劲 把自己的身体 从地面上弹开 就好像石块飞起一样 所以用足字表印 再用蹦字表示读音 就是蹦跳的蹦字 读四声 蹦 蹦蹦 蹦跳的蹦 蹦 现在老爷爷要提个问题 两年前你们穿的衣服 现在还能穿吗 不能穿了 太小了 根本穿不进去 假使一个肥胖的大块头 穿上小号的衣服 会怎么样呢 你们看 来来 抬 哎呀 它衣服崩开了 可不是 就像气球被吹崩了一样 崩开了 因为是衣服 所以用脚丝做旁 再用彭字表示读音 就是崩开的崩 还有医院用的崩带 刺绣用的崩子等等 都是这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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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紧 崩带 崩开的崩 崩 另外 崩字还有一个读音 读三声 蹦 蹦脸的蹦 蹦 蹦脸的蹦 老医院 什么叫蹦脸 蹦脸就是板着脸 另外 表示忍不住 爷爷可以用蹦 比如说 他蹦不住笑了 嘿嘿嘿 老医院 我还是不明白 蹦着脸 就是板着脸 那板着脸又是什么意思呢 嗨 板着脸就是蹦着脸 哦 孩子 你现在就是 蹦着脸 哦 不高兴就是蹦着脸呀 哎 这下你可说对了 哦 呃 你现在又蹦不住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 我们来观察一下 月全石 当地球 转在日月中间 成一条直线时 遮住了太阳 照到月亮上的光 就是月石 古人称作天狗吃月亮 还创造出这样一个字 上面的口字 表示天狗张大了嘴 正在吞食 下面的月 代表月亮 它的读音是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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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我们就用愿来组合心字 你们看 这个箱子上 写的捐款箱三个字 捐 就是没有代价的拿出钱物 拿出是一种动作 所以 用提手旁表印 又因捐 愿 愿母相同 所以用愿表示读音 这就是 捐款的捐字 捐 鸡鸢 捐 捐款的捐 捐 这张国画 是画在 卷博上 卷 是一种 薄薄的丝制品 它不仅 可以画画 还可以用它 做成扇子 和各种各样的花 卷 在没有染色之前 细密洁白 如同明月 所以 用愿 表意 兼表读音 又因它是 用丝制成的 所以 用角丝 做旁 要读四声 卷 鸡院 卷 卷花的卷 卷 卷花真漂亮 就像真的一样 正因为 卷花漂亮 很多父母 给女儿 起名字时 常常爱用一个 卷字 希望自己的女儿 像卷花一样 美丽 卷秀 把卷字 左边的角丝 改成女字旁 就是 卷秀的卷 记住 要读一声 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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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的卷 卷 老爷爷 杜鹃花的卷 也是这个卷子吧 不是 要想认识 杜鹃花的卷 那就先得了解 杜鹃鸟 其中 还有一段故事呢 那您 快给我们 讲讲吧 就是 快给我们 讲讲 杜鹃鸟的故事 好 杜鹃鸟 也叫 布谷鸟 这就是 杜鹃鸟的叫声 它告诉人们 春天来了 春耕生产 要开始了 提醒人们 不要忘记农食 它就是这样 日夜不停地叫啊 叫啊 直到叫得 吐血而亡 杜鹃鸟为了人类 捐献出自己的一生 人们为了感激它 便用鸟字表意 再用捐献的 捐字的省略 表示读音 这就是 杜鹃鸟的捐 啊 杜鹃真了不起 好样的 老爷爷 杜鹃花是怎么回事 您还没讲呢 啊 传说杜鹃鸟 死了以后 它吐出来的血 变成了 火样红的花 名叫 硬山红 也就是 杜鹃花 每当春天来临 漫山遍野 到处盛开 向人们报告 春天的信息 杜鹃花 现在是我国 十大名花之一 它不仅 可供人们观赏 还有食用和药用的价值 捐 鸡鸟 捐 杜鹃的捐 捐 我今天就告诉妈妈 以后家里不太养别的花了 专养杜鹃花 我呀 还要养几只杜鹃鸟 好了 咱们再来学习下一个字 你们知道什么叫赌博吗 知道 赌博呀 就是赌钱 是办法的 说得对 绝不能参加赌博活动 但是 我们要学的这个字 跟赌博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 我们要了解赌博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看 这几个人正在赌博 既是赌博 必然有输有赢 这就是赢字 上面的王字 有死亡和变化的意思 中间的口 和左下角的月 是院字的分开 是月时的意思 右下角的帆 表示风云 中间的背 表示与钱物有关 合起来的意思 是说赌博场上 风云莫测 显向还生 谁输谁赢 捉摸不定 如同月时变化莫测 又因怨 赢生母相同 所以用怨表意 兼表读音 还有赢得信任 赢得荣誉等等 都是这个赢 赢 输赢的赢 赢 孩子们 宇宙中的一切物质 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比如 每月的十五 十六 月亮最圆 随着时间的变化 圆月 逐渐变成半月 又变成月眼 根据月亮变化的特点 人们创造出这样一个字 上面是小字 下面是月字 意思是月亮在一点一点的变小 后来 后来这个字啊 被引申为相似相仿的意思 因为这个月十五的月亮是圆的 下个月乃至每个月十五的月亮都是圆的 很相似的 这就是肖像的肖 要读四声 肖 肖像就是人的画像啊 照片等等 人们说 子肖其父 意思就是 儿子很像父亲 肖 西奥肖 肖像的肖 肖 肖子还有一个读音 读一声 肖 姓肖的肖 肖 姓肖的肖 肖字做姓时 一定要读作一声 千万不能读成四声 否则 姓肖的该不高兴了 用肖字组成的字 大多含有 逐渐变小 最后消失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把食盐放在水中 很快就会融化 固体的食盐就消失了 看不见了 所以用三点水和肖字组合 就是消失的肖 肖字既有融化散失的意思 也有灭掉除去的含义 比如冰雪消融 烟消云散 消化吸收 消毒消除 消防消灭消费等等 肖 肖肖 消失的肖 肖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实验 这只烧杯里的液体含有食盐 硫酸钠和硫酸钾等 经过加热 水分蒸发消失了 剩下的像石块一样的结晶体 叫做芒销 因为它是很像碎石片的固体 所以用石字做旁表意 用销字表示毒音 这就是芒销的销 芒销是一种用途很广的化工产品 它可以用来加工皮毛 揉制皮革 还可以制成土大药 用来做鞭炮 做礼花等等 销 石字旁销 芒销的销 销 下面我们来看看化铁炉 是如何化铁的 化铁炉内的温度很高 铁块放进去以后 很快被销毁融化 变成铁水 因为被融化的是金属 所以用金字做旁表意 再用销字表示毒音 就是销毁的销字 销字还被引申为去掉和出卖货物 比如报销 撤销 销价 供销 销售 脱销等等 另外像门窗插销 电器插销等等 也是这个销 销 金字旁销 销毁的销 销 销铅笔的销 也是这个销吧 还有销梨 销苹果 销萝卜 不管你销什么 都离不开刀对吧 用刀平着或斜着 切去物品外面的一层 叫做销 因为是刀 所以用利刀表意 销字表音 这就是销铅笔的销 销 销 利刀旁销 销 销梨 销皮 销铅笔的销 销 销字还有一个读音 读靴 剥靴的靴 这个靴字 多是用在一些复合词中 比如 剥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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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靴平 靴 靴 靴足 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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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销的销 金字旁销 报销销售销毁的销 销 销 四声销 销像的销 第二个读声销 一声销 信销的销 昨天我们认识了销钱笔的销 下面再看看销钱笔的人 你们看 它在衣服上 落下了不少被削下来的木屑 无论是木屑还是铁屑 一旦被削下来 就再也没有生命了 就像动物或植物死了一样 所以用诗字表意 又因销有从大变小的意思 而且谢销生母相同 所以用销字表示读音 谢就是碎末 比如梅屑 纸屑 纸屑 头屑等等 屑字还引申为细小的事情 比如锁屑 不屑一顾等等 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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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屑 纸屑 不屑一顾的屑 屑 老爷爷 元宵节吃元宵的销字怎么写呢 还有元宵节为什么要吃元宵呢 先弄懂元宵节的销是什么意思 就知道为什么要吃元宵了 看 房内的沙发上有人在睡觉 你说 用什么表示房内 用宝盖 对 宝盖表示房内 再看窗外有什么 有一轮圆圆的大月亮 再用销字表示月亮 合在一起读音还念销 从当天晚上开始 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之前 叫做一个通销 销就是夜或是一夜的意思 每年第一次月圆的时候 是农历的正月十五 古人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生活能像圆月一样美满幸福 所以把农历的正月十五 当做节日来庆祝 我曾讲过 圆有开始和第一的意思 农历正月就是这年的第一个月 十五是月圆的时候 所以就把这个节日叫做圆宵节 每逢这个节日 人们都要用姜米面包上糖馅 做成圆月形状的小球 这种食品就叫做圆宵 圆宵寓意日子过得圆满甜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宵 宵 宵 圆宵的宵 宵 还有一个宵字 云屋 云层遮住了月亮 开始下雨 但是在云层上面 仍是无边无际的天空 叫做九霄云外 用雨字表示云和雨 再用宵字表示云外的天空 并肩表读音 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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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霄云外的宵 宵 九霄云外的宵 好 好孩子们 再看下面的图像 坐在桌子后边的那位少妇 脸上本来有些雀斑 但在月光下 却看不清楚了 倒显得皮肤光洁柔嫩 完美无缺 看上去很漂亮 给人以年轻俊俏的印象 老爷爷 俊俏的俏字怎么写呀 俏是用来描写人的 所以用丽人坐旁表意 又因俏俏读音相近 韵母相同 所以用俏来表示读音 这就是俊俏的俏字 俏就是漂亮好看 也有小的含义 俏七澳俏 俊俏的俏 俏俊俏的俏 俏的俏 好了 现在开始复习 俏 只俏 木俏 不俏一顾的俏 俏 宝盖头俏 通俏 元俏的俏 俏 宇字头俏 九俏 云外的俏 俏 俊俏的俏 这是什么字 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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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俏 他的第二个读生呢 俏 姓俏的俏 回答正确 现在我们继续学习用俏组成的字 你们看 这个孩子睡着了 静悄悄的 无声无息 就连他心脏跳动的节奏也缓慢平静了 大人们为了让孩子睡得踏实 也要静悄悄的 这说明 静悄悄不但是一种客观现状 也是一种心理感觉 所以用竖心做旁表意 又音 敲 敲 生母相近 与母相同 所以用敲字表示读音 这 就是 静悄悄的敲字 敲 七一凹敲 静悄悄的敲 敲 敲字还有一个读音 要读三声 巧 巧然无声的巧 虽然是两个读音 但意思相同 比如 低声巧语 巧然而至等等 都要读作三声 巧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跟我念 巧 低声巧语 巧然无声的巧 巧 巧然无声的巧 下面我们来注意一下 大树的变化 大树的树干很粗 分开的枝叉逐渐变细 到了树枝的末端 也就是树梢部位 就变得更细更尖了 这种变化 好像月亮一样 由圆变缺 慢慢变小 所以用消字表示 诱音是树 所以要在左边 加个木字旁 这就是树梢的梢字 梢梢 运母相近 梢在这里 还有表示读音的作用 梢 是凹梢 木字旁梢 树梢的梢 梢 同样是植物 庄稼的末端 和树木稍有不同 你们来看 这是高梢 与树木比起来 它的变化没有那么大 也可以说稍微不同 因为是庄稼 所以用核子做盘表意 同样再用萧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稍微的烧字 烧就是略微的意思 比如烧好 烧差 烧等 烧后 烧不留神 烧有疏忽等等 烧 盒子旁烧 稍微一点的烧 烧 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 就发明了一种乐器 叫做鼓哨 你们看 它是用瘦鼓做成的 可以吹出高低长短 不断变化的声音 因为它的声音比较尖细 而树梢也是尖细的 所以用萧字表示读音 在这里 萧是树梢的梢字的省略 又因它必须用口来吹 所以用口字做旁 这就是鼓哨的哨字 要读四声 哨 用嘴可以吹出声音来的小东西 一般都叫做哨 比如队伍集合用的哨 球场比赛裁判员用的哨 还有用嘴吹口哨 把手指放在嘴里头 吹出的呼哨等等 都是这个哨 也是哨兵的哨吧 对 还有放哨 哨所 前哨 流动哨等等 哨 师傲哨 口字旁哨 放哨 哨兵 口哨的哨 哨 生活里 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 你要到某地去办事 别人托你烧东西 你们看 这个人要到外地去出差 他的朋友知道后 托他烧过一封信去 烧信固然要耗费一些精力和时间 但并不影响他主要的事情 只是顺便烧带而已 事情虽小 但也得用手 所以用提手坐旁表意 再用萧字表示读音 就是烧带的烧 有句邪后语叫 搂草打兔子 烧带事 说的是一个人去割草 还打到了一只兔子 意思是顺便办了另一件事 明白烧带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 烧 提手旁烧 烧信烧化 烧带的烧 烧 烧带的烧 古代人认为 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大地 是永恒不动的 太阳和月亮 是围绕着大地旋转 每天日出月落 月出日落 交替变换不一而终 根据日月交替变换的特点 我们的祖先 创造出这样一个字 上面的日代表太阳 下面的物字表示日月交换 这个字的读音是意 交易的意 意就是日月交替变化 又引申为改变交换 比如一风一俗 一物一物等等 还用来表示平和 容易不费力的意思 比如平易近人 轻而易举 通俗易懂等等 易 容易便宜交易的意 意 用意字再造的字 大多有交替变化的意思 比如蜥蜴 蜥蜴也叫壁虎 四脚蛇是一种爬虫 所以用虫字坐旁表意 又因它的身体 可以随着季节环境的变化而变色 就像变色龙 所以用意字表意兼表读音 这就是蜥蜴蜴 蜥蜴的意 意 虫字旁意 蜥蜴的意 意 蜥蜴的意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踢足球 运动员的双脚不断地变化着 交替着踢足球 因为踢要用脚 自然要用足字坐旁表意 而踢和意读音相近 韵母相同 所以用意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踢字 踢 特一踢 踢足球的踢 踢 球赛正在进行 守门员的眼睛盯住对方 谨慎地判断着球场的变化 这就叫做警惕 因为警惕就是小心 留心 当心 所以要用竖心坐旁表意 再用意字表示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式 并肩表读音 这就是警惕的踢 要读四声 踢 警惕就是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 或错误倾向保持警觉 比如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警惕伤红爆发等等 踢 特一踢 警惕的踢 踢 在市场上买肉 经常可以见到熟练的踢鼓动作 卖肉的人不停地变换刀法 把骨头上的肉刮下来 这叫做踢鼓 因为踢鼓要用刀 所以用利刀坐旁 再用意字表示肉骨分离 并肩表读音 这就是踢鼓的踢字 踢 利刀旁踢 踢鼓的踢 踢 故事后立了战功的人 皇上要给他奖赏 皇帝给大臣东西叫赏赐 谁给皇帝做出贡献 皇帝就讲给谁钱物 实际上是一种交换 用贝字表示钱物 再用意字表示交换 这就是赏赐的赐字 需要注意的是 赐仅限于上级对下级 下级对上级或者平级 不能称为赐 比如恩赐 赐教 息赐回音 受赐良多等等 赐赏赐的赐 赐 现在我们来看一样金属 这种金属银白色 有光泽 但是它的质地非常柔软 富有延展性 粘接性 你们看 电烙铁一碰到它就融化了 最适用于焊接 它的名称是锡 因为是金属 所以用金字旁表示 又因锡 义 运母相同 所以用义表示读音 这就是汉锡的锡 过去有很多酒壶 酒聚和腊台 大多是用锡制成的 锡 还用来制成合金 是用途很广的金属材料 锡 锡锡 汉锡 汉锡的锡 锡 锡 这个字我们学过 它的读音是什么 读音是雷 雷是两块呆异星垫的云 相接近时 因放电而发出的强大声音 同时 雷还用来表示 军事上使用的爆炸武器 比如地雷 鱼雷 水雷 手雷等等 念 雷 一雷 水雷 打雷的雷 用雷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有的读雷 有的读音 与雷字相近 兼有多和连接的意思 比如 这些含苞带放的花孤盾 形状就像一个个的小地雷 它们很快就要展开怒放 所以人们都把它叫做花蕾或贝蕾 因为是花 所以用草字头表意 再用雷字表示读音 不过要读三声 蕾 乐雷 花蕾的蕾 蕾 敲鼓的声音和打雷非常相似 你们听 这隆隆的鼓声是用手敲出来的 敲鼓也叫做蕾鼓 因为鼓声像雷 所以用雷表示读音 再用提手做旁表意 就是蕾鼓的蕾 蕾 蕾鼓的蕾 你们听说过 古时候摆擂台打擂的故事吗 在电视剧里看过 有杨七郎打擂 燕青打擂 我还听过评书 霍元庆打擂 打擂台 相当于今天的武术比赛 先搭一个台子 比赛要在台子上进行 双方还要有人雷鼓助威 把雷鼓的雷读成四声 就是打擂的擂 擂打擂的擂 下面我们看看 院墙是怎样垒起来的 工人们把很多砖块或土坯 用泥重叠的气起来 就变成了墙 繁体的垒字 上面是三个田字 表示有很多的砖块或土坯 又因垒墙离不开土 所以下面用土字表意 再用雷字表示读音 就是垒墙的垒 要读三声 垒 后来为了书写方便 简化成这个样子 像两军对垒 战斗保垒等等 都是这个垒 垒 垒垒 对垒 保垒 垒墙的垒 垒 如果把泥土垒成人像 比如庙里的泥塑 它虽然是人的模样 但是没有生命 因此也叫做傀儡 因为是人像 所以用单粒人做旁表意 又因用很多泥土垒成的 所以用三个田字表示 再用雷字表示读音 就是傀儡的垒 傀儡还用来比喻徒有虚名 甘心受人操纵的人或组织 比如傀儡政府 垒 单粒人垒 傀儡的垒 垒 以前我讲过 养残 是为了得到残丝 人们把残茧浸泡在滚水里进行抽丝 叫做骚丝 残丝积攒到一起 越来越多 叫做积累 这就是繁体的积累的累字 上面三个田同样表示很多 下面的蜜字表示蚕丝 也是为了书写方便 把上面的三个田字变成一个 垒 勒得累 积累的累 累 因为骚丝是繁重的劳动 所以 垒字 也读作四声 累 意思是劳累 还有您多受累 和连累您了等等 都是这个累 累 四声累 劳累的累 累 劳累的累 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 多二声 雷 累赘的雷 累赘就是多余的负担 很麻烦的意思 比如这件事多累赘 没完没了 第三个读声 雷 二声雷 累赘的雷 累 累赘的雷 这个字的第一个读音是什么 累 积累的累 用累字做声音符号 再造的字 与累的读音相近 并兼有牵连连接的意思 你们看 这是什么 这是海螺 对 海螺从外表上看 类似缠绕着的丝线 因为海螺 是一种软体动物 所以用虫字做行表意 又因螺 雷 生母相同 所以用雷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海螺的螺字 螺 螺 螺 海螺的螺 螺 大牲畜中有牛 马 驴 还有一种叫螺子 你们看 螺子是马和驴 杂交生出来的后代 是人类第一次创造的杂交动物 甚至可以说 是人类基因工程的首创 因为它是属于马类 所以用马字做旁表意 同样是因为螺 蕾 生母相同 所以用蕾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螺子的螺字 螺 螺 螺 我螺 马字旁螺 螺 螺子的螺 螺 螺子的螺 马是螺子的爸爸 驴是螺子的妈妈 老爷爷 是这样吗 这样的螺子 叫马螺 还有一种螺子 是驴爸爸 马妈 那就该叫驴螺了吧 回答得完全正确 再看这是什么字 火 火焰的火 对 是个火字 点着火以后 不断地往火里添柴 篝火 就会越烧越旺 温度 也会越来越高 就会有炎热的感觉 在火字上面 再加一个火字 读音是 炎 炎是大火的意思 也是很热的意思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炎热 还有炎下 炎凉 赤炎炎等等 都是表示热的意思 炎字还用来表示炎症 比如发炎 肺炎 肝炎 肾炎 肾炎 脑膜炎等等 炎 以炎炎 炎热的炎 炎 炎热的炎 用炎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都与炎同韵 有的尖含热烈温暖的意思 比如 这支烧瓶中所成的海水 其中含有大量的盐分 喝起来又苦又涩 经过加热 水分蒸发 剩下的就是盐的结晶体 蒸发的水蒸气 经过冷却之后 就变成了淡水 就可以饮用了 提取淡水 需要用大火 所以用炎字表意 煎表毒因 用因是水 所以用三点水做旁 就是淡水的淡 淡与浓的意思相反 比如 清淡 平淡 淡薄 淡化 淡雅等等 淡 断 氢淡 平淡 淡水的淡 淡 还有一种化学元素 在通常条件下为 无色无味的气体 它的名字叫做淡 也叫淡气 淡气经过工业处理 可以制成淡肥 是庄稼和其他植物 所必须的肥料 因为它是气体 所以用气字表意 又因它无色无味 所以用盐字表示毒因 在这里 盐是淡字的省略 淡 得暗淡 淡气 淡肥的淡 淡 淡肥的淡 一对久别重逢的好朋友 见面之后 会有说不完的话 你们看 这两个人 弹得多热烈 两个人对面说话 也叫谈话 这就是谈话的谈字 因为他们谈得很投机 很热乎 好像燃烧的火焰 而且盐 谈 韵母相同 所以用盐字表示毒因 又因他们所谈的话 都是语言 所以用盐字做旁 谈 特安谈 教谈 谈论 谈话的谈 谈 谈话的谈 火 水火的火 盐 盐热的盐 昨天我讲过 盐热的盐 还表示身体的某个器官的病症 你看 这个人 他得了支气管盐 气管粘膜 不断的分泌 带有细菌的粘液 这就是谈 因为是病 所以用病字旁表示 又因是炎症 而且盐 谈 韵母相同 所以用盐字表示毒因 谈 谈 特安谈 吐谈的谈 谈 冬天晚上睡觉很冷 怎么办呢 啊 嗯 挂上暖水袋就不冷了 要是没有暖水袋呢 再盖上一条毛毯 对 盖上毛毯就暖和了 厚厚的毛毯 是用羊毛或驼毛制成的 所以用毛字做旁表意 用鹰毯 又因毯子盖在身上就热了 所以用盐字表示毒因 毯 特安毯 毛毯的毯 毯 毯 黑夜里透过门窗可以看到屋内烧柴的火光 这种光盈盈戳戳若明若暗 人们就用这个银字来表示 这是个繁体的银字 上下三个火表示火光忽明忽暗 中间的土宝盖表示房屋 后来为了书写方便 就把上面的火字简化成草字头 这就是荧光的银 比如电视荧光屏 银屏歌声等等 都是这个银 银 银银 银光的银 银 用银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大多读银 只有个别字是用银来表示意思 现在我们来看一种虫字 这些飞来飞去的光点叫做萤火虫 它的尾部有个发光器 可以发出萤光 因为是虫 所以把萤字下面的火字改成虫字 就是萤火虫的萤 古时候有一个小孩想读书 可是家里很穷 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 白天要出去干活 只有晚上有时间 没有灯怎么学习啊 他就找来一块薄纱 捉来了很多很多的萤火虫 包在一起挂在胸前 凭借萤火虫发出的昏暗的光线来读书 这个小朋友真聪明 是萤火虫帮助了小朋友 这是生活所迫 被逼无奈 想出来的办法 你们可要珍惜今天的学习条件啊 好了 营 伊营营 营火虫的营 营 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的军营 古时候没有电灯 军队营帐里要靠油灯 或点松名字来照明 所以把营字下面的火字 改成两个方块 用来表示层层军帐 就是军营的营 比如 暗营扎寨 鹿营 营长 还有营业 营造 营救 营养等等 都是这个营 营 伊营营 营业 营养 军营的营 营 这小鸟真好看 它有名字吗 它的名字叫黄鹰 把营字下面的火字换成鸟字 就是黄鹰的鹰 独一声 鹰 鹰 黄鹰的鹰 形容一个人唱歌声音明亮 婉转月耳 常用叶鹰来比喻 那么形容植物生长茂盛 用什么来比喻呢 你们看 这些花开得多好 火红一片 说明它们正在茁壮成长 欣欣向荣 因为是植物 所以把营字下面的火字 改成木字 就是欣欣向荣的荣字 荣字还引申为事业兴旺发达 令人羡慕敬重的意思 比如 繁荣昌盛 荣灯榜首 荣誉称号 荣华富贵 荣幸 荣耀 荣归 光荣等等 荣 日文荣 光荣 荣幸 繁荣昌盛的荣 荣 火 火焰的火 我们今天要学的 还是用火字 来组合的心字 木柴燃烧以后 火灭了 剩下的东西 叫做灰 这就是灰字 最早这个字 是表示木炭的 左上角的一横一撇 是手字的变形和省略 意思是火焰熄灭以后 可以用手拿得住的东西 后来这个字 就不再表示木炭 而专用来表示 物体燃烧后 剩下的灰了 比如炉灰 另外这个字还是一种颜色 介于黑白之间 就是灰 灰字还引申为 一致消沉 比如灰心丧气 不要灰心等等 灰 喝微灰 灰色灰尘 炉灰的灰 灰 这是古代帝王 浅兵派将的场面 真可谓气势灰红 在灰字的左边 加个树心旁 就是灰红的灰 意思是说 人的心思 像火灰一样 飞到空中 以此来表示 大和宽广 比如 罚网灰灰 就是说 罚网很大 另外还表示 失而复得 诸如恢复名誉 恢复生产 恢复健康等等 灰 树心旁灰 恢复灰红的灰 灰 还有一个字 也读作灰 你们看 这个人讲话 非常灰血 把大伙逗得 哈哈大笑 因为灰血 是用来描写语言的 所以用 言字做旁表意 再用灰字 表示读音 就是 灰血的灰 灰血的语言 特点是 说出的话 像灰一样 不黑不白 听起来 暂时分辨不清 而造成笑话 所以灰的意思 是说话有趣 逗人发笑 比如相上 就是一门具有 灰鞋 幽默特点的 语言 艺术 灰 炎字旁 灰 灰鞋的灰 灰 下面 我们再来看 另一个 用灰 组成的字 这是一只火盆 也叫火盔 你说 该用什么字 来表示火盆呢 用气敏的敏字 对 用敏字做底 又因火盆里燃烧的是木炭 而灰字的本意 就是木炭 而且灰 灰 运母相同 所以用灰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 火 灰的 灰字 灰 还表示作战时 用来保护头部的帽子 比如 盔甲 钢盔 还有 骑摩托车戴的头盔等等 都是这个盔 盔 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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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盔 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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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盔的颗 颗 烧火做饭时 时间长了 锅底就要改变颜色 你们看 这锅底变成什么颜色了 变成黑色了 对 因为烟火 要经锅底进入烟囱 时间长了 锅底就熏黑了 这就是黑色的黑字 下面的四点 和中间的土字 是炎热的 盐字的变形 表示下面有火 上面的扁方块 是烟囱 和从烟囱里冒出来的 团团浓烟 黑 黑黑 黑色的黑 黑 为什么会变成黑色呢 是烟熏的 对 熏和黑字很像 你们看 在黑字上面 加个千百万的千字 就是烟熏的熏 上面的千字 表示层层浓烟 另外 千是多的意思 浓烟多了 不仅能把锅底 和墙壁熏黑 人也熏得受不了 熏 西晕熏 烟熏的熏 熏 现在 你们随我到书岸上 找一样黑色的东西 来 老爷爷 我找到了 墨是黑色的 墨就像黑色的土块 在黑字下面 加个土字 就是笔墨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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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墨的墨 墨 笔墨的墨 好 这是个什么字啊 黑 黑色的黑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个用黑组成的字 你们看 哦 一条大黑狗 狗是最爱叫唤的 可是 这只黑狗不叫也不动 周围的环境是很明亮的 可它却卧在一个像黑夜一样的暗处沉没着 用黑字 表示像黑夜一样的寂静的环境 再用犬字 表示一声不吭的大狗 这就是沉默的墨字 要注意 右旁的犬字并不仅仅表示大狗 还表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 不论是牛还是羊还是人 只要不吭声就是沉默 墨就是不说话不出声的意思 比如默默无闻 默默不语 默契默认默哀等等 老爷爷 您让我们默读默写 也是这个默吧 对 也是这个默 默 默默 默认默哀沉默的默 默 孩子们 我记得两个月以前 我们学过一个字 不但与人有关 还与熊熊大火 有密切关系 你们看 还记得这个字吗 记得 这个字念赤 赤色的赤 也是赤脚 赤背 赤身肉体的赤 上面的土字 是大字的变形 下面是火字的变形 是用大火两个字 合起来的 嗯 说得对 还有什么 古代求语 有烧活人的习惯 上面的大字是人 下面是火 是火烧人的形象 好 记得很清楚 读 赤 赤脚赤背 赤色的赤 一个赤字表示 火光通红 那么两个赤字 合在一起 就说明火更大 显得更明亮了 这个字念什么 这个字的读音 是赫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显赫的赫 赫 就是显明 盛大的意思 比如赫然 声势显赫 显赫一时 赫赫有名 等等 赫 赫赫 显赫的赫 赫 有些城市 到了节日的夜晚 便是灯火辉煌 声势显赫 非常的壮观 你说 这个符号 放在右边 是什么 嗯 就不再表示灯火通明 就不再表示灯火通明 而专用来 表示地名和姓氏了 好 喝凹好 姓好的好 好 故事后 每逢新皇帝登基继位 都要颁布命令 大赦天下 这位太监 犯人在监狱里 好比是在黑暗中度日 释放出来 如同见到光明 这就是赦免的赦字 左旁的赤字 是显赫的赫字的省略 表示被赦免的犯人 又能走出监狱 见到光明 右边的反文 是用手敲打的意思 在这里 是抢制的意思 表明赦免 与抢制有关 老爷爷 假如放出去的犯人 再犯罪怎么办 那就再把他关押起来 判断的行 那不就白赦免了吗 是啊 最保险的办法是 遵纪守法不犯罪 那也用不着赦免了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赦 赦赦 赦免的赦 赦 赦免的赦 孩子们 前几节课 我们学习的都是与火有关的字 自从我们的祖先学会了钻末取火之后 火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因此 也就产生了许多与火修期相关的文字 你们看 人们都希望自己的事业就像这堆越烧越旺的火一样兴旺发达 这就是兴旺的兴字 上面的三点是火字的省略 下面的一横两点是燃烧的木柴 也可以理解为用手不断地往里边填柴 干柴越多 自然火就越旺 记住 读一声 兴旺的兴 还有兴圣兴奋兴隆等等 都是这个字 兴字还引申为举办发动 比如兴修兴起兴建等等 兴兴兴兴奋兴兴兴旺的兴 兴 兴字还有一个读音 读四声 兴兴趣的兴 兴兴趣的兴 还有高兴兴兴兴兴兴高采烈兴志勃勃等等 两个字的读音在使用时一定要区别清楚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字 火把点燃以后用手抬高就是举起 这就是举起的举字 上面是兴旺的兴字 是燃烧正旺的火把 下面的两横一竖是手字的省略和变形 合在一起就是举字 举字还引申为动作行为的意思 比如举止 比如举止 举动举办举例等等 另外还有拳的意思 比如举过上下举事罕见等等 举 基于举 举动举办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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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各人的安危组织村民奋起自卫, 因此他就赢得了信誉, 得到了大家的赞誉, 这就是赞誉的誉字, 上面的星字是举字的省略, 意思是有信誉的人得到了众人的抬举, 而且举、御、孕母相同, 所以举字在这里有表示读音的作用, 另外,赞誉要用语言, 所以下面用言字表意, 誉就是名誉名声的意思, 比如荣誉,誉满全球, 誉不绝口等等, 名誉对每个人来讲那是太重要了, 所以从小就要有个好名声, 赢得大家的赞誉,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 誉,名誉,荣誉,赞誉的誉, 誉! 好,你们见过抬轿子吗? 见过,我在电影里边见过抬轿子, 很多古装电视剧里面都有抬轿子的镜头, 对,那么这种轿子你们见过吗? 嘿嘿,这哪是什么轿子呀, 这上面明明是把椅子嘛, 哎呀,没见过这种轿子, 这种轿子的名字叫做尖鱼, 这就是尖鱼的鱼字, 鱼的读音是从这个鱼字来的, 你们看,上面是两只手的形象, 下面的弄字底又是两只手, 合起来是四周用手共同抬起的意思, 因为监鱼和车一样, 都是古代工人乘坐的交通工具, 所以中间用车子表示, 车子的两边和下边是右边的鱼字的分裂与变形, 也是四周用手抬起的意思。 哦,原来监鱼的鱼是这样组成的? 因为监鱼需要多人抬, 所以鱼字又引申为众多的意思, 比如舆论、舆情, 都是指群众的意见和态度。 鱼,鱼论监鱼的鱼。 鱼。 老爷爷,那些人抬着监鱼, 要去什么地方呀? 嗨,你管人家去什么地方, 我们认识了鱼字就行了。 老爷爷,您说对不对? 我,我说, 我说咱们该下课了。 哈哈哈哈。 过去秋收之后, 有的人便把地里的结杆放火烧掉, 如果周围有野草或其他的可燃物, 或蛇便会向周围迅速地蔓延, 这种情形就叫做寥, 这就是寥字, 不过这个字很少单独使用, 只是用来组字和表示读音的。 聊,勒一熬聊, 组字用的聊。 聊。 有一句名言, 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它告诉我们, 即便是点点火星, 也可能引发大火, 以致烧毁山林, 吞没大片的原野。 这种火势蔓延, 由小到大, 并向远处延伸, 叫做聊圆。 为了更明确地表达字意, 便在聊字的左边, 加了一个火字旁, 这就是聊圆的聊字。 聊, 乐一熬聊, 聊圆的聊。 聊。 聊字还有一个读音, 读三声, 聊, 火聊的聊。 物体挨进火源被烧焦了, 叫做聊, 比如把头发聊了, 眉毛也聊了, 嘿嘿, 也是这个聊。 聊, 火聊的聊。 用棍子或其他的工具, 翻动节杆, 把节杆提起, 叫做撩起, 因为撩必须用手, 所以用提手做旁表意, 再用聊字表示读音, 就是撩起的撩。 还有撩门链, 撩被子, 撩头发, 地下撩点水, 都是这个撩。 撩, 乐一熬撩, 撩起来的撩。 撩。 撩子还有一个读音, 读二声撩, 撩, 撩豆的撩。 撩豆就是挑弄引豆的意思, 比如撩豆小猫, 撩豆小狗等等, 你们念。 撩, 撩豆的撩。 火烧起来以后, 必然要产生烟雾。 烟雾弥漫, 也称烟雾缭绕。 缭绕, 就像很多丝线缠绕在一起, 所以用角丝做旁表意, 再用撩字表音。 撩, 乐一熬撩, 脚丝旁撩, 烟雾缭绕的撩。 撩。 这个人走在崖边, 向远处撩望。 撩望要用眼睛, 所以用木字做旁表意, 又因撩字, 有向远处延伸的意思, 而撩望就是站在高处, 向远处撩望。 所以用撩字表示读音, 要读四声, 撩, 撩望的撩。 撩。 我们都知道, 水可以灭火, 可灭火必须彻底, 如果仅仅是往火上泼一点水, 那是不行的, 不把火种彻底扑灭, 还会死灰复燃的。 你看, 他这种简单草率的做法, 叫做撩草。 在撩字左边, 加上三点水, 就是撩草的撩。 读二声, 撩。 工作不能撩草, 写字也不能撩草, 撩字还引申为, 颓丧不得意的意思, 比如穷困撩倒等等。 撩, 撩药撩, 撩草的撩。 撩。 生活里, 经常会遇到火灾, 一旦发生火灾, 应该怎么办呢? 拨打119火警电话。 对, 还要立刻喊人来救火, 你们看。 着火啦, 着火啦, 快来救火呀, 快来快来。 大声喊叫, 要用嘴, 所以用口子做旁。 又因它的声音非常响亮, 能够传得很远。 而撩字, 有向远处延伸的意思, 所以用撩字表示读音, 这就是撩亮的撩字。 唱歌唱得雄壮响亮, 也可以称作歌声撩亮。 撩, 口子旁撩, 撩亮的撩。 撩, 这次火灾, 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 经过调查, 是有人故意放火, 于是把他绳之以法, 带上了脚料。 脚上的刑具叫撩, 手上的刑具叫靠, 因为撩靠, 都是用金属制成的, 所以在撩字左边加个金字旁。 撩, 金字旁撩, 撩靠的撩。 撩。 孩子们, 每一种植物的生长过程, 都是从种子发芽, 破土而出开始的。 看呀, 嫩眼儿顶破土壤, 长出来了。 你们看, 这是一棵小草, 这又是一棵小草, 把两棵小草落在一起, 就是嫩苗出土的形象。 汉字楷化把它变成这样, 这就是出来的出字。 再看这边, 一双脚走出土坑, 这是一个脚印, 这又是一个脚印。 两个脚印落在一起, 也是一个出字。 出字的含义很多, 比如出生, 出品, 出名, 出色, 出席, 出秦, 出汗, 出门等等。 出, 吃屋出, 出来的出, 出。 用出再造的字, 大多与出生的意义有关。 比如, 萌芽出土之后, 茁壮成长。 茁壮是植物刚刚生长出来的样子, 所以用出字表意, 再用草字头表示植物。 这就是茁壮的茁壮还可以比喻人和动物的健壮, 比如孩子们茁壮成长, 牛羊茁壮等等。 茁, 之物我茁壮的茁壮, 茁壮的茁。 茁。 你们看, 这柱子下面有块大石头, 叫柱基石, 是用来承受建筑物的压力的, 也叫基础。 因为它是石头, 所以用石字表意, 再用出字表示读音, 不过要读三声, 楚, 吃无楚, 基础的楚。 楚。 你们看, 他的手有多么灵活, 绣得多快呀, 假如一个从未拿过针线的男人也来绣花, 那就会捉手奔脚, 很不灵活。 因为是手, 所以用提手表意, 又因这个男人绣花是第一次, 就好像草木刚出生一样, 所以与出字组合, 就是捉手奔脚的桌子。 桌, 植窝桌, 桌奔的桌。 桌。 下面请你们看看傅小鸡, 你们要注意小鸡的身体。 小鸡从蛋壳里孵化出生, 就像小草刚从土里出了一样, 身体与毛都还弯曲身不直, 也叫屈身不展, 因为是身体, 所以用诗字表示。 又因它是刚刚出生, 而且屈出读音相近, 所以与出字组合, 这就是屈身不展的屈。 还有, 屈之可数, 宁死不屈, 威武不屈, 屈服, 委屈, 冤屈等等, 都是这个屈字。 屈, 屈于屈, 威武不屈的屈。 屈。 用屈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常见的有以下三个,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 洞穴也叫窟窿, 人要进去时身体需要弯曲, 所以用屈表意, 再用穴字头表示洞穴, 这就是窟窿的窟, 比如云岗石窟, 脚兔三窟, 穴窟等等, 都是这个窟, 窟, 穴窟窟, 窟窿的窟, 窟。 这个人正在挖掘摇动, 因为挖掘要用手, 所以用提手做旁, 又因挖掘时需要弯曲身体, 所以与屈字组合。 绝, 积于绝, 挖掘的绝。 绝。 第三个用屈在造的字, 是用来表现某些人的性格的。 这个中年人性格倔强, 从不屈服于人, 所以用不屈服的屈字和单力而组合, 这就是倔强的绝, 读二声, 绝, 倔强的绝。 绝。 绝字还有一个读音, 读四声, 倔, 意思就是言语粗直, 态度生硬。 比如说, 倔把头, 倔老头等等。 第二个读声, 四声倔, 倔老头的倔。 倔。 多年 klassη。 编eps sale, 昨天就说。 请种植 st Rail, 哎呀。 找双土笼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